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元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10月22号的股市 Wonderful 今天很多人会想说 是不是演习 是不是总统 那个川普又那个 领先的幅度增加 那个摇摆之后好像说 有七周有四周他赢 然后他对于台积电 好像 好像他比较偏谈英特尔 比较好像比较偏谈英特尔 所以今天的一开盘的话 那台积电就跌了嘛 那尾盘还不是拉上来 那很多人会讲说 老师还不能跟我分析一下台积电 我说我不会 我不分析台积电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台积电是代工嘛 那代工比的是什么 技艺 技术 他的技术全世界第一 那有什么好讲的 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们不要学人家那个鹦鹉啊 每天就在讲台积电 讲台积电 台积电只有一个重点 能打败他的只有他自己 第二 能让他的股价下跌的 只有国际的大形势嘛 譬如说像川普这种假设啦 假设他讲的是真的嘛 他说要对台积电 如果他当选要对台积电 可中税啦 可中税啦 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台积电要跌啊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你要让台积电跌不大可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现阶段 现阶段 如果你的看法 心里想的跟阿德一样 你会怕这个大环境 你会怕大环境 那你就不要买台积电啊 因为产业趋势不可能 因为台积电一档股票 被打压 然后其他的就不会好 对吧 所以说很多人在想一件事情 在想一件事情 今天为什么只跌七点 今天本来跌两百多点 那就是因为台积电啊 那有什么好分析的啊 不会啊 你不用担心这个啊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长期投资的 那你可以去看台积电 买台积电 你也不要听别人在那边胡扯乱扯嘛 对不对 对吧 因为至少他现在的公益水准 如果以中国那边的讲叫公益水准嘛 以后我们这边叫技术层级嘛 对吧 他就是number one 那有什么好比的 有什么好分析的 所以说如果 如果大家对于台积电的看法 是要让他跌 比如美国 这次选举要让他跌 那不是机会吗 不是机会吗 不然是什么 你想想今年 今年年初 台积电怎么样 大家还在分析呢 那个位置能不能升 结果呢 结果呢 你搞了快要一年的时间 他也是涨了快一倍 超过一倍 对吧 也是在一倍这中间 所以说重点来了 你要去搞一年吗 不要啊 那你要想什么 我有没有看办法 我再做一个波段 我一个产业技术抓到了 抓到了 然后短线线赚到50% 所以你先求 比如说 一个礼拜我赚20% 然后一个月我就赚一倍了 我不用搞一年 我不用搞十个月 这才是我们在股票市场要的 那很简单 那趋势在哪里 就在AI这里 台积电说没问题 因为他代工的最知道 那如果他没问题 那server没有问题 所以现阶段大家都挤到哪里 譬如说 麦威尔明年要涨价 1月1号涨定了 他就通知所有的客户 就是要涨价 那麦威尔是什么 光通讯啊 光通讯的No.1 对不对 所以这个趋势就是对的嘛 从AI延续下来 那你买你就不会错了 你买就不会错了 所以说我常常讲说 我们在做股票 真的啦 你看 产业趋势向上 你不赚钱都难 为什么阿德一直跟你讲 一直跟你讲 产业 你想想看 如果你产业买对 如果你产业买对 大盘怎么震荡 怎么震荡 他都会让你赚 比如说连亚 再忍一下吧 再忍一下 原来到24号 他就要20分钟分盘 就结束了 星期四 那星期五大概很少人会做买卖 那你就等一下个礼拜一 忍一下 现在真的不要进去搞乱他的波动 波动一大 那完蛋了 那完蛋了 到时候这45分钟了 那为什么阿德一直跟你讲连亚 我一直跟你讲这个 不是说阿德有 就是一定要叫你买 因为阿德叫你买的时候是一字头 一字头 对吧 你如果有500万跟着阿德一起做 你每一次都跟 到现在你每一笔都赚了 每一笔都赚了 对不对 那我们讲这个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啊 那过去了 可是有一点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阿德一直介绍他 因为道理很简单 他有产业趋势啊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光通讯 美国有大基建 那长距离的 对吧 光线网路 线蓝 一大堆的 对吧 他比台湾的任何一项建设 经有都还大 你看台湾 你看美国任何一个州 比台湾都多了五六十倍 这种股票你不做 那你要做什么 对吧 长距离的 好 没关系 你不买 短距离的 AI起来 serve起来 传输速度起来 对吧 那资料大了 data大了 他就要短距离 短距离要快 对吧 就要光 跟电要互换 等于说你电要把它转成光 才会快 那大家都讲了 可是你 你也知道 光 0101 他需要的什么 就是累金 那如果累金 如果你不坐在通讯 那你如果坐在 只要去判读 0101的这些 那我请问一下 他的功耗不用太大 对吧 可是他很难做 非常难做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是三五族群的 跟戏 戏是第四族群 他很难结合 所以 林雅阿德跟你讲的时候 就产业前行是对的 既然他是对的 那时候是一字头 那你就跟上就好了 你跟上你就能赚了 这阿德一直常常讲的 股票市场谁最大 不是阿德最大 也不是你最大 我们不会自我膨胀 就算我们对一次 两次三次 或者是我们常常对 都不代表我们很大 那股票市场 除了上帝以外谁 产业趋势最大 那产业趋势 不是一天造成的 也不是阿德 你可能讲说 他会涨 他就会涨 也不用阿德追 你买到了 他就自然让你赚 你根本不用追 你一定买得到 你一定买得到 你看 这有几天的时间让你买 如果你硬要买得到 你有七天的时间可以买 你可以慢慢思考 500万 拼个1500万 拼个1600万 拼个1700万 这个都值得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产业趋势 那现在你不要动 为什么 因为他的20分钟处置还没有结束 到10月24号 现在千万不要动他 然后我们只是跟你讲说 联亚 他有产业趋势 你买了 趋势向上 不算多难啦 你又没有500 没有 你有300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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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如果有300 也是拼1000啊 也是1000啊 你这个门槛就跨过去了 很多人就说 我只有两三百万 两三百万 你做对趋势 他就让你赚钱 你不用追啊 不用马后炮啊 不用天天涨停板啊 对吧 你如果天天涨停板 你每天追就有了 对吧 股票市场你就每天都有一些 民不兼状 我们不要批评股票 有些股票就每天都有人刻意拉上来 你追就好了啊 对吧 你不能追的太多啊 追的太多 万一被人家洗下来 那你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有些股票是让你看的 不是让你做的 可是产业趋势是让你做的 不是让你看的 你一看了 你就少了两倍了 我不要说230% 我不跟你讲230% 你有三百万吧 你有三百万吧 三百万 你现在是不是将近一千万 要拼一千万 对吧 你要拼一千万嘛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产业趋势 产业趋势怎么看 譬如说我举一档股票 两档好了 这档股票的打发 很多人说老师肉我知道了 IC设计真的吗 如果现在的光通讯 如果麦威尔他要涨价 他涨的有道理 为什么 需求很旺 IC设计就是看下游的需求 需求很旺他才能涨价 这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下游的需求不好 比如说这个比卖的不好 怎么涨 怎么涨 你说卖一样东西都没有人要 怎么涨 所以下游需求好他就涨 台积电下游需求好他就涨 对吧 你在制造端嘛 你要制造产品嘛 好 那很多人都说我知道 达发就是联发科的子公司 他怎么可能是联雅第二 怎样 他又是细光石又是机器人 又是什么低轨卫星 那么厉害什么都有 真的 因为 他们董事长自己讲 对吧 他们已经发展CPO已经多久了 超过五年了 超过五年了 他未来要走上COP了 啊 老师不敢 没有听过呢 到底在讲什么 细光石就细光石 细光石就是供风装 就是很简单啊 我把原来的东西把它靠近所谓的处理器 加速器 这边把它封装在一起 这样就对了 对不对 哪有那么你想的呢 没有 如果这样那就太简单了 每个人就加一个CPO就好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要改成COP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他讲了他现在就要发展细光石供风装 没错吧 所以他们公司讲的不是阿德讲的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啊 其实他整理过了 他拉出第一根长虹 代表什么 他准备了 他要告诉你说可以买 他说股价太高啊 可是如果股价太高 我就告诉各位 你可以看看他们怎么讲 对吧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CPO嘛 没错嘛 什么叫CPO CPO很简单啊 这是阿德改过的 这是阿德自己的笔记 这不是超上来的哦 那你看过跟你去看别人讲的也不一样 不一样啊 为什么 因为我有去看过Intel 他的网站的测试嘛 对吧 我有看过他的图形 所以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供风章 这简称嘛 对吧 其实很简单 他利用西光子的技术将什么 电子 这个叫晶片啊 对吧 还有这个什么 光子的 有一些电的晶片 光子的晶片 那你就听得懂嘛 那既然你听得懂 他就把这两个东西移往处理器附近 这阿德讲的啊 阿德看过Intel Intel现在就是这样做 把他共同移往什么 处理器附近 就是所谓的CPU或GPU 对吧 靠近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基板上什么 共同封装起来 取代原来的光收发模组 所以光收发模组 你现在看的未来看不到 可能只有一个PIN而已 而且这个PIN可能只有是一个插头而已 对吧 那都移往这里 处理器附近 OK 好 那现在 但我们都懂了啊 很简单啊 有什么股票 有什么股票 那我们就找下游的 为什么要找IC设计 没有 就告诉你 你看过手机吗 你有看过手机吗 你有看过全萤幕的吗 那我老师有看过电视上看过 对吧 因为很贵 那为什么它会全萤幕 因为跟封装有关系 如果你是玻璃机盘贴合的 对吧 这chip on什么 GLASS 对吧 是不是玻璃 如果你是用这种去封装的 你就会看到一个手机上面 有没有 有没有黑色的部分很大 很大 就传统的 传统的 有优点吗 有啊 有优点 那有缺点 缺点就是说 萤幕比较小 对吧 那我们就改良 就薄膜式负 就薄膜式的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有很多手机 边框比较窄 边框比较窄 那为什么它可以边框比较窄 就在这里 薄膜 薄膜是什么 软的 软的 软的为什么就可以把那个边框拉大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软的你上面 比如说 我把要做的原件 就做在这软的上面 那我可不可以对折 对吧 所以我就不会 我在封装的过程之中 就不会跑出一些 没办法显现的东西出来 那有简单吗 简单 很简单 那为什么 打发它要讲 COP 因为它是未来 比如说你看到的最先进最先进的 最先进最先进的 手机 我就用手机来做举例嘛 原来都是软的 全部都是塑胶的 就做在上面 你一折 哇你再看出来 哇 全部的萤幕 全部的萤幕 都没有黑色的 对吧 没有下面的黑色 没有上面的黑色 全萤幕 叫全萤幕的 赚 很赚 现在还没办法做 所以现在还是供封装CPU OK 那谁在发展 就几家嘛 有高价的 有中价的 有低价的 对吧 要选哪一档 你就跟着阿德讲 跟着阿德做 所以说产业很简单啊 你懂了你就可以选 为什么选联牙你懂 为什么选联军 很多人不晓得说 为什么你选联军 其实很简单 你如果选 我看一下 没有带 没有带没关系 那我用这一档来做举例好了 好 你看过这一档股票没有 光神 为什么要光神 为什么要光神 因为AI起来了 那很简单的 AI起来了 所有的网络就快速的发达 那高运算的 他需要什么 那你连接线头 要很快 你看所谓那个 那个街头 那个心要很快 他 No.1 No.1 所以你会选的话 我阿德常常告诉你 阿德告诉你 你这一档股票的话 现在700块 第一次告诉你的时候 你不相信 那时候六字头 65到68 你过去了啦 那现在咧 人疯没关系啦 股票疯了 就对了啦 叫你买你不买 今天又快涨停了 今天又快涨停了 那我又没有事先告诉你 我又没有事先告诉你 所以产业趋势 其实很简单啦 林亚联军 光盛都一样啦 不用讲太多啦 你也懂啦 那下一档呢 下一档来 下一档更生气啦 我要介绍下一档之前 我先给你这一档 给你讲叫星喷王 他是所有阿德讲的最上游 没错吧 我说你不要怕 拉回要买 拉回要买 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赚20% 那你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可以翻倍了 那这一档呢 跌下来你敢买吗 五字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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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字头随便卖 随便卖都超过50% 随便卖都超过50% 产业趋势重要 重要啦 所以阿德要告诉各位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啦 如果 是 没有 没有我给你一档新的好不好 我给你一档新的 但是你一定要买 那一档新的我放去哪里 这里 不是 拉 我给你一档新的 这一档新的 真的很漂亮 这一档新的 一个礼拜能赚多少 我也不知道 下一档的阿宝 真的不得了 老师可不可以先给我看 可以 可以 我常常讲说 把阿德当朋友 阿德一定帮你 因为阿德给你的啦 产业趋势向上 想要不赚钱都会懒啦 一看看 五天的时间50% 容易吗 容易啦 只要产业趋势对的 你就要买啦 产业趋势对的阿宝如果休息换他喷 好不好 好不好 要赚钱 要阿德帮 其实是朋友就不用客气了 如果大家是朋友都不用客气了 你如果一直防着阿德 阿德说要入会 不用 不用 你先听阿德什么讲 你只要加阿德的line 趋势向上不赚都难 真的不赚都难 要你放着他就会涨了吧 为什么 因为产业趋势比我们懂的人 产业界的比我们懂的人还多啦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用追 不用每天追那个 成交量只有几百张的 对吧 那你追进去 自己拉自己爽 先进去的赢 后进去的输 这样有用吗 没用 所以我阿德跟你讲说 产业趋势 你才听一次 股票市场谁最大 除了提功倍啊 上帝最大以外就是什么 产业趋势最大 如果产业趋势向上 你不算都难啦 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 对吧 阿宝是不是这样 跌下来我叫你买 随便卖50% 下一档喷骨阿宝在这里 如果你要 趁这个时间 不用想太多 加赖留言 加赖留言 保持手机畅通 跟着阿德一起赚 你要留言 你没有留言 我怎么找得到你 所以下一档喷骨阿宝 会不会一样50%我不知道 但是阿德跟你讲说 产业趋势向上不赚多难 阿宝休息换他喷 来 加进来 进广告 一路赚到底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惊喜下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 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的公民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不 回到现场 很多人说 老师 那我整个共通讯产业 我都懂了 对嘛 其实道理很简单 共通讯就是因为AI而起来 因为美国大基建 他也需要长距离 那短距离就是因为AI起来 那长距离也是因为AI起来 所以美国现在要跟全世界竞争 他就需要什么大基建 所以共通讯为什么现阶段动不动就涨 动不动就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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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原因嘛 因为产业趋势是对的 所以你把阿德当朋友 阿德讲得很清楚 过去的不重要了 未来赚的才是你的 所以阿德常常讲说 阿德老师以前我都不听你的 那些股票都在低档 现在呢 我就是要给你低档 准备要上海的 如果你要 就不要客气啦 加LINE 留言 保持手机畅通 不要 他要通知你的时候 刚好没空 没办法 对 跟着阿德一起做 下一档 喷鼓阿宝 随便拼 这样好不好 拼看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训估 伏病自负投资风险 伏病自负投资风险 伏病自负投资风险